我是佛山武协的副主席 这段时间呢 最小动作事件查得很火 我因为做人呢 特别高 我们武术场一定要武 我从来不会挑衅任何人 但是如果他过来挑衅我的话 我绝对奉陪 因为他 如果他自己练第二波击的话 打其他的练成的武术 那他一定是用自己的优势 去压人家的那个戏 是不是因为传统武术 都是真的是用来表演的 各方面为主 但是你专业 如果你NMA的话 或者是散打的话 你天天打是这样不同的嘛 我散打勇村绝村打 但是我不可能代表我们美中 一个人不能代表一个武术 另外没有 我只可能代表我们中华武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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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